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变成一任总统 理由并不是因为其他的议题 第一个他现在民调反应最差的 就是在通货膨胀 在通货膨胀里头 这使得Jobard现在的声望大幅下降 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访问的是 前台湾大学的副校长 现任长庚大学的校长 著名MIT所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 汤米哲 当然请教你 巴威尔他们 连Janny Yellen 都会错估这一次的通货膨胀 都以为说是短期的 没想到维持得这么长 我觉得某一个程度 不是因为经济学家的问题 就是他们可能对供应链 每一个细节 然后美国的港口 美国的工会 美国的卡车司机 轮船所有这些指数都不够熟悉 这种已经超越一个经济学家 本身可以理解的范围 现在大家开始crack 修正 就认为这个通货膨胀会非常的严重 可能不是短期的要长期 而且是很高的 30点来最高 这种状况 轮船要解决 货柜要空出来 才可能通货膨胀解决 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至少到2022年的6月 有的评估是2022年的年底 有的评估是2023年才能结束 那这一波的通货膨胀 它实质怎么解释 以及影响是什么 请教唐校长 我可以看起来 目前10月份的通货膨胀率是6.2% 可是你去除了能源跟食物的话 通货膨胀率事实上只有4.6% 并没有那么样的严重 第一个 第二个你去看它在通货膨胀指数的 69个项目里面 有二分之一大概是没有涨的 有三分之一的上涨率是低于2%的 最重要的其实是能源 能源比去年涨了49% 第二个是汽车 尤其是二手车 二手车大概涨了26% 新车大概涨了11% 美国是每个人都开车的国家 因为它的复原辽阔 所以你一开车 你要用车 你要加油 你马上就感觉到有很强的通货膨胀 可是我们看69个领域里面 没有那么多又长得这么凶 所以这不是一个全面性的通货膨胀 所以这个就让我在怀疑说 大家所怀疑到的通货膨胀 是一个全面性的 还是一个就是那几个大的项目 它的通货膨胀率比较高 所以提高了整个通货膨胀的比率 可是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像汽车的问题 汽车事实上是因为没有晶片的关系 所以汽车都造好了 都在仓库里面 可是就是没有晶片 所以它汽车就在就在暴涨 那如果晶片一到装上去了 汽车的供应量马上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看起来汽车的问题 大概一年之内就会解决 能源的问题大概是不会解决的 因为能源的问题本来就是 让石油输出组织和苏联 他们控制了能源的供给 所以当美国政府拜登要沙哲地阿拉伯增加产量的时候 他们拒绝增加产量 因为这一次正好是因为疫情完了之后 大家疯狂的消费 所以呢大家都有更多的汽油可以要用 那可是汽油的价格弹性非常非常的低 就短期之间它不会 它因为需求的上涨 会让它价格一下子会暴涨这么多 所以比去年比起来 大概涨了50% 也有人预测到明年的2022年的暑假 大概石油会涨到120块一桶 也不要诧异 石油最高的时候高到160块一桶 所以现在80块一桶 其实并不算高 它就是2007年的标准 我记得那时候次级房贷风暴 它都至少80块钱 后来到阿拉伯之城就125块钱 所以回来来看 如果去除掉全球暖化的因素 汽车的因素 那美国过来就是减少购债 然后最快明年就升息嘛 最快是明年升息 对 但会升息嘛 因为一升息的话 它很可能会导致其他的改变 比如说华尔街就压住联准会的政策是错的 好 联准会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他说如果我的政策错了 我可以马上修正 所以因为它的利率的调整呢 这个是很快的 所以呢就算有了通膨 真正有一个长期的通膨现象出现的话 那我再来修正 还没有出来 你就要我修正 你未免太快了吧 那现在还主要就是说 劳动参与率并没有增加 美国还有至少2500万的劳工 还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上 他们不想回去 所以就工资还不够高 要工资涨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这些人才会回去 那这种通货膨胀 我觉得不是一个不好的通货膨胀 就是说因为我的物价 因为我的工资上涨 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那这个事情是好事情 因为有了这个通货膨胀之后 让厂商会有更多的投资 自动化的设备 投资AI 能够降低它的人工成本 那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是好的 所以这种是好的通货膨胀 其实我们怕的是在 1970年代的末期 那一种叫停滞性的通货膨胀 一方面有通货膨胀 一方面没有经济成长率 那个才是最惨的情况 感激你收看今天 文庆人的事业周报 文庆人的世界财经周报 现在新冠病毒的变种出现 即使你打了两剂疫苗 还是戴好口罩 维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非常谢谢 也祝福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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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